豹子在野外寻找食物 豹子爬上了树准备狩猎肺肺 肺肺是一种十分凶猛的动物 这种动物的牙齿可以达到六七厘米长左右 小肺肺刚出生没有任何的攻击力 豹子准备上树抓获它 豹子的爬树速度是非常的快 但是因为小肺肺呆在的树枝是非常的脆弱 豹子开始爬树 飞快的爬上这棵树 肺肺躲在另一刻的树枝上 因为豹子的体重是比较的沉 豹子一个飞扑 扑向这只小肺肺 但是也把树枝带蛇 自己不要心从树上跌落 豹子的爬树能力真的非常强 像会飞一样在两棵树之间来回跳跃 小肺肺根本来不及逃跑 就被豹子抓住 豹子也有自己的孩子 小豹子刚出生 明显还是比较虚弱 需要这只大豹子捕食 豹子在野外捕食的场景 十分的惊人 进攻速度是非常的快 根本不给这些肺肺超跑的机会 豹子一瞬间就抓住了许多只肺肺 非常的可惜 这只小豹子在外面遭到了鹰的偷袭 鹰成功猎杀了小豹子 但是这只豹子还丝毫不知道 带着肺肺的尸体准备回家 与自己的孩子分享 豹子成功抓住了这只小肺肺在树上 并且带着这只小肺肺回到了自己的领地 却发现自己的孩子已经丢失 牛角龄在河中遭遭野狗危机 牛角龄是一种奔跑速度很快 攻击力非常强的动物 牛角龄成功上岸 逃跑了 野狗也没有获得到今天的食物 豹子准备出击 抓获今天的猎物 豹子的奔跑速度可以达到70千米每小时 是陆地上奔跑速度最快的动物 即时赶到 过来驱赶豹子 豹子当然没有放弃 但却遭遭攻击 被脚马顶飞 只能选择放弃 眼看到嘴边的猎物就这么逃跑 豹子肯定不能甘心 准备发动第二轮进攻 到水牛的反击 最后狮子实在坚持不住 只能放开水牛 放任它离开 森林霸主也有失败的时候 狮子郁闷地躺在草地上休息 另一群狮子在岸上休息 发现了水中的河马 河马是一种体型 非常庞大 攻击力非常强 牙齿可以达到15厘米长左右的动物 狮子来到岸边 与河马对峙 狮子不敢轻易地进攻 河马为了驱赶 狮子 逃出自己的领地 上岸驱赶狮子 狮群在岸边休息 絲毫没有理会河马 这只小河马 逐渐靠近狮子 狮子 准备狩猎这只小河马 幸亏小河马逃跑得及时 没有被抓住 因为狮子抢夺了河马的地盘 河马必须与狮子展开战斗 河马这种动物体型是比较大 奔跑的速度相对来说就是慢一些 也不是特别的灵活 河马通过自己庞大的身躯 恐吓这些狮子远离领地 狮群躺在河边 丝毫没有管这些河马 最后的狮子实在没有任何办法 只能选择撤退 远离这群河马 河马也回到了河中 开始休息 最后的好的 永远 小河马 哨 畅 孕